我现在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西洋,快进北凉地了,再往前走几百,两百公里左右到北凉地了,天黑了,我们实在不想往前开了 路上的牛啊和这个带鼠啊实在是太多了,晚上看不见,开起来非常危险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这个这个地方的服务区决定驻扎下来,然后吃个晚饭,然后在这过夜这样 我现在不知道去了北凉地之后会不会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是西洋的北约是不太好,过了Newman之后,就是到处都能看到黑人的,就是应该看上去像难民 然后这一路上嘛,无论是到哪个城市,在wikicommerce上找的那个,看他的评论都是这个非常负面的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西洋的经济问题造成的,造成的这样的情况啊,那么这个到了北领地之后再看一看吧 然后先不管别的啊,先来吃饭,然后这个东西他说是叫蔬菜啊,就是蔬菜配米饭这样,然后打开的一瞬间啊,打开的一瞬间我的人都麻了 为什么呢,这个打开的一瞬间那闻着的味道呢,就是就是这个速冻蔬菜的味道,然后跟小时候在东北啊,冬天吃不到新鲜蔬菜 但是可以买到速冻的蔬菜,这个打开之后就是生的那个速冻蔬菜的味道,一模一样的区别 然后这个应该是纯蔬菜的嘛,所以看到这个是花椰菜,我一瞬间还以为他是鸡肉啊,但现在看来是完全想过了 那么试一下,首先试一下他这个米饭,看上去非常的松散啊 这个米饭除了有一点奶油的味道之外,基本上就跟 国内的自热米饭没有任何区别啊,就是自热米饭的里面那种脆脆的感觉 这蔬菜我们看了都是菜花,那么试一下这个菜花 非常原始味道的菜花啊,一点 非常原始味道的菜花 最多就是放了点frame,给他烤熟了而已 诶,底下看到一个绿色的 感觉像是窜花的盆,试一下 并没有多少区别啊,应该就是个 奶油烤菜花的一道菜 嗯,味道呢,除了一点点奶油啊,就是老式的速度出菜 出菜的感觉 那么明天的话,我们可能 能努力啊,有可能能开到达尔文 不过现在从那个 Wiki comments 这样的看到的评论来看 达尔文现在作为 北领地的首府,基本上也沦陷了啊,也是充满了各种不安全的因素 嗯,但现在还不知道 明天吹到达尔文 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微知小白又有互动 另外,你们看到的这个视频的话 是延迟一天发出的 因为我们今天是 又是晚上没有信号的一个状态 拜拜 拜拜